这个也很夯的呢 是最近一名减薪的大学女生呢 她在租屋网上要征求室友 为什么受到矚目 因为她要征求男室友 这个条件呢 这个男生要外表顺眼 体格结实 要能够保护女生 而且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 这个房屋租可以算便宜一点 问题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浴室又刚好是透明的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网友是各自表述 有很多大学男生目前跃跃浴室 一般出租套房的广告 都会像这样子 在单子上面写着套房的设备 以及房东的特别要求 例如说只限女生 或是不能养宠物等规定 这些租屋规定跟要求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女生找男室友 还要求体格倒是头一遭 减薪女大学生 在租屋网征求男室友 条件是除了爱干净之外 还有外表顺眼 体格结实 最好是可以保护女生 怕大家看得不清楚 备注最后再说一次 如果符合条件者 3000元的房租 可以再算你更便宜 就很瞎 不会做这种事 正常人就不会啊 还蛮新鲜的 就蛮少见的这样而已 觉得还不错 长儿拍完的话就都可以 有人觉得太扯了 但是有男同学越越欲试 毕竟房租便宜还是挺吸引人 换成女同学 会想要寻找体格健壮的另一半 男性是有吗 他的自由吗 其实就是要找男朋友吧 然后用比较幽默的方式 跟男生一起就是没有关系啊 只是那个 就要慎选人选 就像他说什么体格健壮 可以保护女生 其实两个人同住一间套房 还有全部透明的浴室 是在让人有点害羞 是不是女大生 最翁之一不在酒 网友们议论纷纷 不过哥哥如果平常 有练身体的话 说不定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替自己选价房租 专心门女龙生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